無線音樂選秀節目中年好聲音在前年年尾首播 五個月期間就捧紅了周吉佩、李佳、曹敏寶等人 當眾前港者冠軍曹敏尼妹妹曹敏寶 在2018年與任職科學家的林潤辛結婚 更加有一對子女 而在她參賽期間似乎抵受不住新鮮感 與梁浩泉日對夜對而撻著導致婚姻感情上出現暗湧 昨天就有讀者爆料指敏寶暗他梁浩泉 兩個人更加發展了一段時間 南方更加在手臂上紋上敏寶英文名Mabel 粗叔寫MC 而似是愛的紋身 惹來帶肚的梁浩泉太太相當不滿 結果一路之下離家出走 翻查敏寶和梁浩泉的社交網 未知南方是否因為知道事件曝光 將社交網所有貼文稱空 相反敏寶的社交網就不難發現 他們兩個人的親密關係 其實他們在比賽期間發生限定情侶 演繹從不起歡孤單一角 期間情深拖手 相當沉醉在這份甜蜜感 曹敏寶和梁浩泉分別接受東網訪問 梁浩泉被問到疑似文有MC愛的紋身的時候 他就解釋兒子的英文名是Matthew 而太太的英文名是Theresa 所以才有MC字樣 另外說到有指太太大吐出走 梁浩泉坦然現在和太太的確有少少問題出現 兩個人暫時分開住 但就指太太的關係和曹敏寶沒有關係 和對方只是好朋友 表示可能剛巧和老婆關係有些問題 所以令人聯想在一起 另外曹敏寶表示完全沒有這樣的事 和她只是好朋友關係 再次第3位 今天有沒有人 我 我 說 我